我刚才忽然注意到我在意一件事情 那就是怎么样把知识和智慧有效地传达出去 而且是很广泛地传达出去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认为知识行善是把地球打造成人间的天堂的必经之路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把地球打造成一个人间的天堂的话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把重要的知识 而且是正确的知识 甚至于是智慧 设法把它传达给更多的人能够理解 这样子透过提高整体人类素质 人类的素质 我们才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像人间的天堂 那当我在研究这个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时候呢 我也注意到呢 一个人是不是自私自利 或者说他懂得利人利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关键的因素 因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呢 如果他在做决策的时候 他可能就只考虑自己 那在民主国家我们推选出来的领导人呢 基本上就是透过选举选出来的领导人 我们如果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在当民主国家的领袖 那这个民主国家呢 基本上就没有未来 例如说像现在美国的川普总统呢 基本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适任的总统 那因为历史种种的原因呢 再加上苏俄在后面的这个推波助澜呢 使得呢 美国有在美国的民主史上呢 有这样的一个总统能够这样一个人能够当上总统 那当然这也是一个我们去学习很好的地方 就是说怎么样避免以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我相信美国他们能够处理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发现美国的人呢 很多人都是很勇敢的 好 我刚才在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设法把一个能够懂得利人利己的人 推到台面上去 而不是说让那些一直在讲话 好像讲的说的跟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的人 站在台上来讲话 好 我是汤文静 其实我本来没有要讲这后面 最主要是要讲说把正确的知识跟智慧能够传达出去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在注意这个YouTube 它是怎么样去传达 怎么样制作一个影片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你那个知识跟你的智慧必须要是好的 是正确是善良的 是对于这个世界具有正面注意的这样的知识跟智慧 那这样的知识跟智慧是非常宝贵的 我在研究生老病死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一点一滴的知识都是得来不易 那别人要告诉你一些重要的知识或是讯息 这些都是很珍贵的 在学习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领悟了很多很多的道理 好 谢谢 刚才我特别去把一本联金出版社出的这个笔记本 空白的笔记本上面去把它拿出来 它这里面有一句话呢 让我吓了一跳 这是在中华民国109年 西元2020年9月29日星期二 因为陈文健小姐呢 她在这个台北市松烟文创园区的展览厅呢 办了一个粉丝的见面会 所以我那一天特别到那个地方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研究生老病死的秘密 我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讯息呢 这些知识呢 传递到这个陈文健小姐那边去 让她能够了解 因为她的身体不太好 所以她如果不知道这些秘密的话 基本上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我那天特别跑去那个地方 那当我在想说我应该要准备一张纸来写一点东西在上面 然后递给她的时候呢 我翻开这一本这个联经出版社的这一本这个笔记本 空白的笔记本里面 这是汪天成先生送我的 那个联经出版社在台中的那个负责人 那这本 这本笔记本里面 他有这个 我刚好翻开的时候看到一句话 我吓了一跳 这个话是什么呢 他说 在知识的世界里 善的观念最后出现 只有经过努力才能看到 这句话 我看到这个时候 觉得说这是神跟我讲的 虽然他写的没有完全好 但是我可以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 该怎么讲 因为我发现的这个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知道人为什么会老 为什么会死 那这个秘密是非常非常大的 当这个秘密讲出来的时候呢 当世界上人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事实上 有很多利益冲突的问题 可能会重新 或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可能会重新改变 那所以呢 有一些人呢 就会 Hesitate的 就是有一点迟疑 不知道要不要 当然 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非常清楚知道 我讲的东西一定是正确 因为我研究这个主题呢 已经很久了 我从西元2008年开始 那开始研究 2009年我就出来演讲 那今年是西元的2020年 所以已经超过十年了 所以 我对这个其实很清楚 现在问题就是说 哪一个在台面上有发言权的人 他听到我讲之后呢 愿意把这个秘密呢 出来跟世界上的人分享 就这样子而已 包括现在的新冠肺炎 其实也是非常小的疾病 它基本上只是因为我们人缺乏了一种氨基酸 叫做半光氨酸 英文叫Cistein 或是L-Cistein 我们少了这个东西 我们的抗体呢 antibody就做不出来 所以当你的antibody做不出来的时候 你碰到这个疾病病毒入侵 当然就非常严重了 那如果你有L-Cistein的话 基本上这个事情就很好解决了 那也就是说 身体如果有这L-Cistein 它的Glutathione 它的骨光肝胎呢 骨光肝胎比L-Cistein再高一层 因为它是三个氨基酸所组成的 中间那个氨基酸呢 就是L-Cistein 那L-Cistein是由14个原子所组成的 那因为人会老化 基本上就是因为流的原子核呢 逐渐离开了身体 所以这个生物机器人 我们人这个生物机器人 它就会产生老化的现象 然后最后会生病死亡的 所以要维持健康 最基本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必须要确保 这个Cistein在你身体里面的量是够的 也就是说 骨光肝胎在你身体里面的量是够的 因为L-Cistein呢 是以骨光肝胎的方式 储存在身体每一个细胞 包括我们的脑细胞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科学事实 可是这个事实呢 却影响了人类每一个人的生与死 而这个秘密呢 是在谁了解之后 谁听到之后 能够愿意把它传扬 宣传出去呢 这就是我今天在录这段声音的前面 提到了说这个 我发现我在意的是 怎么样把正确重要的知识跟智慧 有效地传达出去 谁愿意去帮这个忙 我的意思是说 站在台上有发言权的人 世界上的人以为他们是专家的人 哪一个人愿意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呢 那一个人呢 就是他有良心的人 而且他有他的科学认知 中央研究院士罗同碧院士呢 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李远哲是一个科学家 当他知道这件事情的轻重缓急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自己该做什么 也就是说他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的时候 李远哲就会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 我是有一次跟周成功教授 特别去拜访罗同碧院士 罗同碧院士人非常好 他在台大 他的办公室借鉴我跟周成功教授 阳明大学的周成功教授 那已经好几年了 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碰到李远哲 好 OK就先讲到这里 现在是中华民国109年西元 2020年10月8日星期四 台北时间下午2点03分 我是唐伟静 谢谢 谢谢